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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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戴姐大不但吵枉小美还带上了小美的老爸 小美忍无可忍一顿撕楼过后教训了戴姐大一番 但是得罪了校领导家的孩子那肯定是没有好下场 眼镜妹也帮着做假证 小美的老爸肯求校长原谅 但是小美将老爸拉走 这样的学校不上也罢 小美找了一家便利店打工 恰好店长在进修法律 于是帮小美给教局写了一封信反应情况 上房起了点作用 戴姐大一伙人可能无法正常毕业 几个人又找到了眼镜妹这个突破口 要说交朋友一定要慎重 这种猪队友还是离得远一点 大姐大带着一群人出现在小美的生日聚会上 小美还不明白自己再一次被眼睛被出卖 几个男同学更加是胆大妄为 强行拉回了小美还要拍视频 小美在视频的要挟下选择了妥协 但是那些男同学隔几天就来骚扰小美 主要的小美把这一切都写在了预记中 大姐大更加过分 还强迫小美去做圆交 这一天到晚都学点什么东西 打打王者荣耀不行吗 非得欺负你同学才有意思 在某个大雨的晚上 小美终于忍不下去自杀了 你这连死都不怕 为啥不能把脑残在姐大一起带走呢 便利店的新员工发现了小美的日记 店长把日记给了小美的老爸 大叔看了之后心凉透透的了 大叔现在来学校找公道 但是显然人家都是一家人 肯定不会管你的 那就报警吧 不过警察说证据不足 不能受理 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 既然这样大叔决定亲自为小美做点什么 眼镜妹此时也站出来了 帮大叔把带大一伙人约到了天台上 大叔在后面拿瓶流酸尽情挥舞 算说话这样的惩罚还是点轻 随后大叔就把咪咪尔一伙人绑了起来 大叔给了几个人忏悔的机会 但是咪咪尔毫无悔意 还想拿钱了事 既然你们这么不知悔改 看你们还小也别当长大危害社会了 大叔一个接一个全给捶了 大叔处理完几个人之后 回想起了和小美幸福的画面 爸爸能为你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 虽然也就跳下去陪小美了 最后想说在这样不公平的世界里 一味的妥协退让那是没有用的 面对羞辱和威胁一定要正面去面对 即使到处都是黑暗 我们微小的努力也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 好了本期我们就先看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